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清歌独片下述特朗普没想到 面对美国的威胁和制裁 朝鲜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3日宣布 将对朝鲜施施史上最重制裁以来 全世界就在猜测朝方的反应 以超强硬对强硬的一贯作风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5日表示 任何封锁都会被朝鲜视为战争行为 并称朝鲜将以自己的对应方式惩治美国 而真正令大家刮目相看的 是平壤方面的另一个动作 2月25日 韩国总统文百银会见了出席 冬奥会闭幕式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后发布声明称 朝鲜有充分意愿 与美国开展对话 平壤方面此时释放缓和信号 难道真的是怕了吗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之所以改变策略 完全是因为其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 在这一轮半岛危机中 朝鲜硬是扛着美国的巨大压力 完成了核岛实验 原子弹 轻弹 洲际弹道导弹 去年一年集体亮相 为保障政权的安全 与延续拿到了一张王牌 毫不夸张地说 朝鲜手中抓住了这张王牌 从此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从原子弹诞生以来 人类社会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有核国家 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发生 朝鲜如今以证据确凿的拥有核弹 即使美国自信不会威胁到自己本土 但要威胁近在眼前的韩国和一水之隔的日本 好像并非难事 而在这两个国家 不但有美国的大量驻军 也有巨大的利益 早在1994年 美国就对再次发动朝鲜战争进行过评估 据五角大楼估计 战争爆发后的前三个月内 大约会有5.2万名美国军人丧生或负伤 韩国军队伤亡总人数将达到49万人 平民的伤亡数字则更大 这还是不考虑中俄将卷入的情况 军事打击朝鲜从此就不再是美国的主选项 试想 朝鲜没有核武器 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之石 都不敢动武 现在朝鲜有了核武器 而美国国力却相对衰落之时 怎么可能反而敢打了呢 别看特朗普调门喊得这么高 要在半岛地区动武 那是不可能 朝鲜对此心知肚明 平壤方面并未一味是强 此时退一步正体现了其聪明之处 对于平壤来说 随着核岛技术的成功开发 外患的问题已经解决 而真正影响其政权的僵士内忧 去年一年来 朝鲜虽然完成了核岛的开发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把制裁的脚索勒到极致 对朝鲜的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 无论是美国纠集16国在海上拦截 还是特朗普刚刚出台的单边制裁 都让朝鲜对外经济活动接近吃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朝鲜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将严重影响内部稳定 别看朝鲜提出与美国对话 实际上并不指望能谈出什么结果 文在寅的声明刚发表 美国白宫就回应称 将静观朝方表态 是否已为朝鲜半岛无核化之路迈出第一步 任何与朝方的对话 结果必须是半岛无核化 如果美国不改变当前的态度 招美双方的对话就不可能实现 去年9月 在瑞士举行的一次安全论坛上 朝方代表就明确表示 核武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朝鲜的底线是可以冻结核岛开发 但必须以此换去美国 承认自己的有核国家地位 以及解除制裁 正如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的那样 对朝鲜制裁没用 朝鲜宁愿吃草 也不会放弃核计划 面对美国的威胁和制裁 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 会让朝鲜放弃已成功开发的核岛技术 明知对话没有结果 朝鲜仍要提出这样的动议 目标其实是韩国 平壤利用与韩国修好调起韩美矛盾 以此削弱国际制裁 事实证明 突破对朝制裁的国际防线 必须从韩国这里撕开口子 因为半岛发生战争 朝韩两国是绝对的受害者 而韩国更害怕发生战争 作为对抗的主要当事方 如果韩国都软化了制裁的意愿 美国就找不到抓手 制裁最终便不攻自破 这样的是 朝鲜过去屡是不爽 在半岛核问题上 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公平 这场危机 完全是美日韩一手炮制 当年朝核问题 框架协定签署后 半岛离无核化 只有支持之遥 这三个国家却出而反而 不但不履行承诺 还配合不实政府的无赖国家政策 对朝施压 希望借经济危机 一举颠覆朝鲜 政权 解读半岛危机 我们也应该更加理智 平壤契合 可以成为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 但在当前这种国际环境和氛围中 让平壤契合完全不现实 与许多国家相比 朝鲜拥合的全部追求只是政权安全 这并不过分 半岛问题走到今天 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 难道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吗 审刊话题 朝鲜为什么这个时候伸出感懒之 欢迎老铁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关注阿尔法局